盘古一画开田 一气画三清 有说是盘古 有说是红军老祖 画出来一个玉清 上清 太清 其中的盘古 在这个 就叫玉清 手拿八卦的那个 我们去庙里 冠里去看 那如果这个是 这个先天 红军老祖 有这么个人的话 因为道家他也有争断 互相之间 也有说法不一样 也有说老子一气画 也有说老子就是 那个其中的太义清 道德天尊 他身居于这个 三十六从天 其实他的位置 是最高的 地位 威艳 但是他宁可去身 就如他所讲的 这个 上山落水 就是这个道德精 这些 德道精也好 然后盘古 他 一画开天 我们说 之前 叫做先天 就是红军老祖 在之前 天之前 就存在了 你说这个天 难道不是最大的吗 我们就很好奇 就是 至少最大的是什么 天法道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那我们只能说道 和自然 对吧 他这个天 到底指的有多大 至少在我 对我们人来讲 他是 至高无上 而且是 对我们有 有一定的 约束的 因为至少地球 在地球上 我们就要受他的这个 刺场 这个 包括月亮啊 太阳 这些的影响 所以说 就是 直属外加 然后 如果不是地球 那可能性很小 那是不是 耶和西呢 曾经 19年 在 就是 那个地方 还有几个国师 包括小蔡 身边 我的一个前辈 还是其中之一 其就上乡 伏击 斩鸾 就是到身上 或者就是 或者是 拿这个这个 让他写自己去查 这个不了解的 就是降神 然后 就是一方面 他警示我们 时间不多了 这个灾难 也很多 就是 你们要 赶紧好好寻 是吧 好的 赶紧回去 然后 除此之外呢 他也说了这些 一些 这个 明晰了一些 这个情况 说他是负责 这个 银河36天 银河周围 我们搞不懂 这个是36个星星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 那宇宙间太多星星了 周围 如果 他指的 是不是这个 36重天 因为道家讲 36重天 那是最高的 关于这个 我们再单独再讲 至少说在我们心中 他是绝对 这个开天 唯一 了不起 第一 第一人 有人说盘古是福西 我们再说 然后 这个 就是地球 我们只说地球 我们学的时候 就是 神话故事 盘古开天 他死了之后 这个 骨骼变成高山 是吧 这个毛发 变成这个草木 就变成江河等等 地球它是有生命的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就是每逢灾难的时候 他 就那种 那是自然的自我修复 那是他病了 任何东西 我们都讲 都有生命 难道地球它本身 不是个生命 近代的灾难 大多数